根据最新一期的汉河防务评论月开内容 中国已经内定了 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 至于何时公布这个决定 只是政治决定 习近平已经亲自批准了 七个人工岛的建设方案 南中国海的局势复杂紧张 中国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计划 将如何影响这一地区的平衡 下面我们很高兴通过连线 为您邀请到汉河防务评论创办人及总编 平可夫先生为我们进行说明 平可夫先生您好 您好 听众 观众好 是的 就您所现在掌握到的资讯 中国计划划设的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 包括了哪些 还有它将影响到哪些邻国的国家 我第一次看到有关的中国军队的战略学者 提出来的关于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报告 以及南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报告 实际上大概是在十年前左右 那么王伟那个撞击事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 所以作为基本的两大防空识别区的一些原则 比如说以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为划线的准则 如果在有争议的海岸线上 那就应该以中线为划分 那么这个原则在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划分过程当中 基本上体现出来 南中国海的原则 其实当时也制定的非常的清楚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刚才提到十年前 大概的学者是由空军指挥学院 国防大学一批学者制定的 每年都向当年的胡锦涛提出 但是这个人是个卧主 每年他都拒绝 而且当时海南省和海军也几乎每年提出来 要把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 把它扩大化 人工化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后来到了习近平 大概四年以前 空军还是作为一个设想 把它提出来 觉得作为一个例行公司 试试看新主是不是一个弱主 还是一个很强烈的主 结果一提出来没想到 居然就批准了 所以这是当年划分 东中国海的防空世界区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碰到了一个强硬的当家人 这是问题的第一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划南中国海呢 主要原因有三 一个是中国当局认为 尤其是军队的学者认为 南中国海的情势 要比东中国海复杂许多 包括涉及国家更多 同时日本当年是已经存在了防空世界区的 台湾也有 韩国也有 但是南中国海的越南 马来西亚到现在为止 没有划分过防空世界区 那么据我所知 印尼和菲律宾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现实阶段 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和东中国海不同的是 南中国海远离中国大陆 即使划分出来 怎么去防范它 当时没有这些人工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 涉及到如此多的国家 越时受到美国干预的这种情形会更多 这种情况会更多 那么事情一拖到了四年 那么我们从去年开始看到 不断的习近平亲自做出的决定 要扩大七个岛礁的建设 再加上这个永兴岛的导弹的部署 总之对我的感觉非常的强硬 那么我们的报道出来以后的话 日本记者南华早报的记者 这几天都询认了国防部 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 向他们确认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双方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中国外交部 中国国防部的回答是 说中国有这样的权利 维护自己的海洋权 有这样的权利 划分这个A地址 也就是这个防空识别区 这就和去年的回答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的判断是 可能这个日子会越来越近 就是说划分南中国海 防空识别区的日子会越来越近 您刚刚也提到说 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决定 很大一部分取决于 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作风的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 这个消息正式公布之后 一定会引发有关国家的强烈抗议 您认为中国计划会在什么时间点 宣布这个消息 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的话 基本的大的方针 以及划分的时间 以及划分的这个范围 是已经决定了的 剩下的问题呢 很可能就是取决于习近平 个人的政治决定 而这些政治决定 又取决于下诸多的因素 一个美国在南中国海 对中国现在的所作所为 多大程度上构成挑战 第二 菲律宾仲裁的结果是什么 第三 本个南中国海的这些诸多的国家 如何看待菲律宾仲裁的结果 承不承认这次国际仲裁 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可能有所提前 也就是说 因为中国军队的学者 在他们很多报告当中提到了这个问题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他们内部承认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他们必须要改变这样的局面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他有可能加速的原因 反过来 我反而对你们 对我们的听众有提问 有问题 我也在想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提起来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 非常的咄咄逼人 对不对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甚至冒着很可能和美国发生 摩擦的这种可能性 我到这里没有用冲突这个可能 这种说法 我把他的这些决定和当年赫鲁晓夫 柏林第二次危机 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的这些所作所为 加以比较 我的问题是 他和赫鲁晓夫到底是真的好战 还是说像赫鲁晓夫一样的 表面上好战 实际上是为了争取 当时苏联军人对他放台以后的支持 而实际上赫鲁晓夫本人 并不是一个好战派 是 和平共处是他提出来的 和平竞赛是他提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观察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习近平到底是一个真正 只是说想取得军人的支持 而在南中国海上希望有所作为 放弃鲁光养晦的政策 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想打仗 非常强硬的人 我到现在为止 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关六月底 海牙国际仲裁庭即将宣布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 这个问题的裁决 那么裁决的结果 对于中国化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 这个决定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呢 我觉得会有影响 因为这个尽管中国不承认 这个裁决的决定 但是既然不承认 为什么外交部长要力争访问30多个国家 并且要求同他们来表态 像包括俄罗斯在内很多很多国家 而且中方宣称这些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 其实这里面我要跟你很负责任的讲 俄罗斯的立场我是非常清楚的 没有任何变化和20年前 希望有关各方和平的解决这些问争端 同时不希望第三国介入 这个立场很多国家都没有变化 但是中国在最近这一个月当中 非常强调所谓的支持他们的立场 那我认为中国实际上 还是非常看重海牙的法院的裁决 因为不管结论如何 至少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 因为必须要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尤其是当周边国家 承认这个裁判的结果 对不起 这之后中国就会很被动 而我认为 马来西亚新加坡会承认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在之前通过类似的解决方法 解决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一个有争议岛屿的归属问题 也是通过国际裁决的办法来解决的 那这就意味着 在这个区域之内 菲律宾当然支持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如果再支持 多数的当事国会支持这个裁决 那这就有可能使中国 必须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 是 平福先生不好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 刚刚您也提到 南中国海的局势 比在东中国海的局势复杂许多 您认为美国在这个立场上 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 南中国海的局势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一举措 导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 或者是情势更加紧张 我这里我不用军事冲突这个词 我认为摩擦会升级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周边国家不会承认 南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连菲律宾这些国家 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他们都不承认 这是第一点 而且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 黄岩岛的归宿的问题 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 在黄岩岛问题上 爆发更大的级别的冲突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岛和 其个新田的岛礁不一样 中国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占据过黄岩岛 也没有人在这上头居住 如果中国在黄岩岛上 划分防空识别区 同时进行导礁扩建的话 我个人认为 古巴导弹危机的 那样的一种冲突模式 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判断 也就是说 美国一旦认为 美非作为同盟国 经受不了这样的一个 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 尤其在黄岩岛 如果建造了军事设施 会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 菲律宾的军事设施 造成影响的话 美国会怎么做 一旦采取所谓的封锁导礁 让中国撤出建筑群 这一系列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想就有可能激化中美的摩擦 而且我在反复的 首长私立部演习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种新的模式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在南中国海的 这样的一种冲突模式 是可能性存在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汉河防务评论 创办人及总编 平可夫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连线访问 为我们就中国 划设南中国海 防空识别区的计划 进行分析 因此